南投县政府消防局防灾宣导影片 每半年召开灾害防救汇报 定期推动灾害防救灾工作 防范灾害发生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定期召开 强任台湾大规模封灾赈灾整备与协作计划 三方工作会议 结合县府、公所、协力团队 深耕各项防灾工作 灾害应变中心开设时 各单位立即派员进驻 由县长担任指挥官 民众发生各种灾害时 立即通报各救灾单位前往处置 本府与灾害有发生之余或灾害发生时 发送细胞广播 CBS简讯致可能影响地区民众手机 配合本府各局处和本县各乡镇室公所 进行疏散撤离 前往收容安置处所 推广民众下载 消防防灾1.0APP 开启灾害事件推播 灾害发生时 透过定位功能进行119报案 南投县面临台风 地震、土石流 淹水灾害威胁 本县262条土石流前石溪流遍布全县 亦有5处淹水前石危险地区 分别于南投市 草屯镇、民间乡、竹山镇、浦里镇 由本府列策管制 本县规划311处 避难收容处所 同时制作各乡镇市地区防灾避难看板 民众可一路径指引 进行疏散撤离 因应地震灾害发生 平时应准备紧急避难包 灾害发生时 记得趴下 掩护 稳住三步众 避难至安全地点后 可发送自身平安简讯 让亲友知道目前人平安 也可进行亲友协讯 因应台风来临 应对住家和周遭做好防护措施 可依照防灾避难图 进行疏散撤离 至收容处所进行安置或依亲 台风离开后 欲回家道路和住家安全下 再回到家中整理 提醒民众因应土石流灾害发生 灾害来临前 应了解住家是否在 土石流前市地区 收到黄色警戒通知时 应准备进行避难 收到红色警戒通知时 应立即进行避难 提醒民众因应淹水灾害发生 灾害来临前 应了解住家是否在淹水前市地区 收到二级警戒通知时 应准备进行避难 收到一级警戒通知时 应立即进行避难 每年办理一次明安演习 灾害防救演习 除本府各局处外 一邀及各事业单位 军方单位一同参与演练 并邀请各机关 学校 团体观摩 全民一同参与 离灾优于防灾 防灾重于救灾